在一常生活中,大人一般都傾向主導了小朋友的飲食 例如我們會說,你多吃兩條菜才能去玩 或者我飽難喝多半碗湯 不喜歡吃,小朋友不可以偏吃 今次很開心可以有機會讓我和我六歲的女恩恩 一起出這本會本食物理好嗎? 希望不再由大人做主導 而是在小朋友的角度出發 了解小朋友對食物和健康的想法 當中的靈感是來自我們日常生活和聊天的內容 例如欣欣很喜歡吃菜心 有一天我們聊天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不太喜歡吃菜心 他提議,小朋友通常都喜歡吃甜 其實菜狂比較甜 吃到菜葉的部分,口裡還有甜味 會比較容易接受吃菜葉 還有,Caterine的時候 有一次要帶食物回學校一起做沙律 他帶了原過的菠蘿回學校 老師後來告訴我,當時一群人起了一陣空洞 原來很多同學未見過這個圓過的新鮮菠蘿的樣子 他們覺得很可愛,很搞笑 我們作為大人 也希望小朋友多嘗試不同種類的食物 家長可以跟小朋友跟著故事 去農場、街市 了解多些食物的來源 而且可以一起準備食物 你用食物不同的質感和味道 就可以刺激到他們的思維 而且也可以令他們對不同食物產生多些興趣